长乐宫戚陶翁 长乐宫 西汉中戚是吗 那他是西汉中戚的话 是不是这个墓也有可能 但长乐宫在长安 这是南越国 我们在广州 离得也太远了吧 南部城这儿也有个长乐宫 有可能 或者他也想当皇帝 所以建了一座长乐宫 有可能是他拿到了 长安的长乐宫的这个器物 那为什么他可以拿到呢 因为他的身份也很不一般 长乐宫在西汉前期 他的意义非常重要 他是皇帝办公的地方 就是最高权力者 处理政务的地方 刘邦就崩于长乐宫 他的儿子汉慧继位 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朝会仪式 就是他地位非常重要 那么南越国的这个长乐宫 有没有可能 是访效长安城的这个长乐宫 有这种可能 他也是有一种 掌握最高权力的这种追求 有这种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